北京地铁这张网的所有末梢的终点站 它是什么样子 威风带大家挨个的一探究竟 今天咱们去最久的地铁终点站 1号线的苹果园 欢迎乘坐北中号线1号线 跟司令车开马公主的站 八角游乐人正好响 运营了47年的1号线 中点站苹果园将于2020年4月18日封站 要将1号线6号线S1线 三条线路在苹果园站10线换乘 并且建设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 2022年服务于北京冬奥会 感谢你选择北京一线特写 欢迎再次选择地铁1号线列车 再见 既然一旦苹果园三十 三线路开中备车下轨 苹果园终点站 建国初期由毛主席提出 着眼备站建设地下轨道 最早于1969年10月1日 北京地铁17工程线路开始试运营 运行区段由北京站至古城路站 实行内部售票接待参观群众 直到1973年4月23日 运营区段才延长到苹果园站 如今苹果园站在北京地铁中 这样的站台算是最窄的了 也是北京唯一没有安装屏蔽门的地铁站 走在这没有屏蔽门的列车旁 相比安装了半高屏蔽门的站点来说 这里太不安全了 现在是早上7点50分 空间真够小的 它只露出了一半 封站后1号线列车运行区段 变更为古城站至四汇东站 预计2021年底 苹果园站与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 同步恢复开通运营 咱们出站去地面看一下建设的进度 这是出站口的大厅 门口张贴的有封站通告 外边已经被装修的围板围起来了 我有十几年没有来苹果园站了 除了火车站的地铁站 这应该是唯一的露天站外售票窗口 这样的老房子 看着可能比我的年龄都要大 他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近期应该会全部拆除 我看到了这个老人和他的老伴 刚才在这里拍照留念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相伴了47年的地铁站 即将迎来翻修建设 终将会有不舍 这是地铁AD口外的苹果园南路 路南边再建的高架 就是SE线的苹果园站 这一片应该都是苹果园交通枢纽 SE线的金安桥和6号线已经相连 未来将与6号线实现两站换乘 6号线在这边已经预留好了站口 门是锁着的 此站暂缓开通 将随苹果园交通枢纽同步开通 我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在这里浮览一下苹果园交通枢纽 红色房子下边就是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 能看到这些铺满绿网的 都是交通枢纽组成部分 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 是即轨道交通 常规公交 快速公交 P加R停车于一体 包括出租车 小汽车 自行车 步行等多种交通方式 先互衔接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枢纽建成后 可满足全日总客运量90万人次的换乘 将是北京市迄今为止 日发送量最大的城市客运枢纽 苹果园因为明代 此处有种植苹果树 而得此地名 1号线地铁也将此站名 起名为苹果园站 2020年4月18日首班车起 古城站将变为终点站 北京地铁末梢中点站系列视频 微风已经去了17个站点 如果你喜欢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